大反攻 缤分多路来进行出招 来进行这样子一个反扑 一个反扑包括了 就是他的律师出来放话 不但是提出了这样子一个抗告之外 而且说还要视线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民进党的这个议员呢 还有委员都跑到这个相关的地方来说 要好好的照顾这位前元首 当然我们要来看到的 在当中这就是一个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到底要对他要不要礼遇 而礼遇又要多少 今天可以看到呢 在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因为呢大家就像刚刚问的 为什么说他呢在进食之后呢 他最后呢是送到了亚东医院当中 然后有打这个可以说呢葡萄糖啦 或者是那些什么啊 打那个食盐水 让他的身体食盐水 身体状况能够比较好 可是呢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了 这也是一个大灾问 就是说同样的东西 难道不能够在北索当中打吗 那你就是说你非要出去才能够打吗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 那别人是不是可以这样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但第二个问题呢在这当中 那也有人说他过去也是贵为我们的元首啊 那应该要得到礼遇啊 只不过在当时我们看到 先任元首的礼遇条件当中 就是没想到先任元首也会惹上了贪污或洗钱 或者相关的这个话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个话题说 礼遇要给多少才是够的 那么对于这点呢 那么陈水扁之前不是说呢 他要表示抗议所以他不提出抗告 但他律师说他不但要抗告 而且他要视线 因为说呢大家对他不够礼遇 陈水扁收押第五天 在16号晚间强制借护送医 他这回不仅铁了心进食 还透过委任律师对外访话 除了陈水扁稍微起诉就收押警件 律师表示 这严重违反人权不排除会提出视线 他是一个卸任元首 是政治意味象征最大的一个职位的人 在没有任何起诉判决之前 你把他押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当的做法 所以有应该是有个宪政争议 而陈水扁由一级的亚东医院 转送到县立板桥医院 律师更统批 政府根本没有依照 卸任元首领域条例来对待陈水扁 政府现在把他的一些违案人员 跟他的一些待遇 都把他取消了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已经违反 这个卸任元首的领域条例的规范 回说到陈水扁收押 当时高局手铐的画面 引发轩然打波 律师也有话要说 逮捕陈权总统的时候 是有把他上手铐 那我有去抗议 那他们的意思是说 这个照程序他们都需要这样 从出了特征组绣手铐 到控告罚警打人 到禁食 持续扁即使收押人招数百出 这次就医不仅让外界 看到他收押五天后的模样 现在又透过委任律师 不断对外放话跑轰 让外界怀疑 阿扁这次的生病就医 又是一次出招 这次的生病就医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们下转播剧场 和参照 还在这次的生病就 我们下转期 在小猫 我们下转